在我们的评论区里最常能看到的留言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某某曲风 每次看到这样的提问其实我们都很为难 哈喽大家好我是Fight Guy 欢迎来到I'm Records的频道 关于大家提问的这些曲风 我们是真的真的很想解答 但现代音乐的曲风已经极度细分 想真正讲明白非常麻烦 比如我想介绍一下杨烂大街的Dubstep曲风 就必须介绍一下它的母曲风UK Garage 而UK Garage的母曲风是Jungle Jungle的母曲风又是Brickbeat Huckle 到这一步想解明白Dubstep就需要讲至少四种曲风 其实硬做也能做我们只需要完全放弃玩播率 做个时长两小时的没啥人看的科普视频 也能大概说清楚 然后我死在短视频泛乱的生涯到潮里 可问题是这个脉络是不完整的 因为Dubstep曲风它还得是UK Garage曲风 融合了Twostep曲风以及专门Bass曲风 最终才诞生的 而Jungle这个曲风呢 它又得是Brickbeat Huckle 融合了Dub曲风 雷鬼曲风 Dance Hall曲风 Funk曲风 这一通下来想想明白Dubstep 故叫顺带介绍四万多种曲风 假如真做出来了 Dubstep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这东西应该叫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英国流行音乐监视 问题是人家英国人都还没写这简史 我们写就不过是 为了杜绝这种悲剧反复上演 我们就跟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名字叫听这种音乐比较能装逼 我们会从源头介绍各种音乐曲风 让喜欢听音乐的人能听到更多新音乐 让不喜欢听音乐的人 也觉得这东西了解一下很适合拿来装逼 最终变成喜欢听音乐的人 所以该系列的核心宗旨是 享受音乐 适度装逼 不要有乐感 多给音乐人打钱 这个系列 我们会从大的曲风类别开始讲起 先建立起关于曲风的框架 未来再慢慢介绍一些 更能装逼的戏本曲风 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 我们要介绍的曲风是 Techno Techno是电子音乐世界里的绝对王者 它永远不是最流行的 但它永远是最尖最正统的 类似武侠小说里写的 天下武功出少林 天下电子音乐出Techno 所以很多电子音乐节 都会在主舞台之外 单独设立一个Techno舞台 这舞台的听众其实很少 但主要用来彰显 办音乐节的人是真懂行 Techno是Technology的建称 所以如果作为一种曲风来理解 我们可以把Techno成为高科技 根据年代划分 Techno总共有两个时代 一种是早期Techno 一种是真正的Techno 早期的Techno主要在1980年代以前 当时合成器这个乐器被造出来 并且可以小规模商用了 很多先锋音乐人 就开始用这个乐器来做音乐 试图做出他们没听过的声音 这个时代的先锋代表 有三组音乐人 Craftwork Georgio Marauder YMO 实际上当时这些音乐人 根本没有Techno这种曲风概念 这都是后人给他们安上去的 他们当时觉得自己做的音乐 就是Electronic Music 电器设备音乐 并且他们三组音乐人的风格 也各不相同 这是Craftwork的音乐 这是Georgio Marauder的音乐 这是YMO的音乐 硬把他们揉在一起 有些牵强 所以与其说他们是Techno鼻祖 不如说他们是电子音乐鼻祖 他们是最早拥抱新技术的音乐人 并且成功让这种声音 被全世界的乐迷听到 那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Techno鼻祖呢 因为一个电台主持人 这个人叫Delectrify Mojo 1980年代 他主持一档名叫 午夜Funk联盟的电台节目 转放放音乐 因为当时Funk最流行 这档深夜节目 每期都要播足五个小时 不到所有听众都睡着的位置 但Funk的新歌根本没那么多 撑不了五个小时 所以他经常在节目里 才在私货 把他喜欢的其他的一项音乐也给放了 而他正好是Craftwork Georgia Morelder YMO的粉丝 所以经常在节目里放这些高科技歌曲 为了方便听众理解 他给硬掰了一个Techno简称 这个影响后世至今的名称 就这样定下来了 他这一硬掰不要紧 这节目里的听众 是有真想做音乐的 在DTL郊区有三个小孩 是节目的忠实听众 他们听到这种高科技音乐 惊为天人 觉得这是来自外太空的声音 所以凑钱买来一台最便宜的合声器 又搞来一台最便宜的鼓机 弄出来一些声音 所以更多音乐是做技巧 也尝试把更多合能器的声音 放进无取力 并且高调声称 自己做的音乐就叫Techno 就是高科技 于是真正的Techno音乐诞生了 这三个小孩就是 Win Atkins Derek May Kevin Sanderson 如今我们叫他们The Belleville Three 中文翻译是 DTL三巨头 其实真正的名字是 Belleville三巨头 Belleville就是DTL的那个郊区 他们的音乐 就是今天Techno的出行 不难发现 跟电子音乐的鼻祖们比起来 他们仨的高科技 科技含量并不高 但他们强在 有来自种族的律动天赋 他们做出来的音乐 不是阳春白雪 而是极度适合跳舞 这种Techno音乐 很快就风靡DTL舞厅 然后扩及全世界 至今都是德国柏林的主流音乐 这种音乐最终被称为 DTL Techno DTL高科技 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传播 因为当时DTL是机车制造之城 确实显得很高科技 DTL Techno也奠定了 未来所有Techno音乐的 两大基础审美 音色 律动 音色的部分比较好理解 毕竟得是高科技的声音 但你可能疑惑 Techno有啥律动可言 不都是四拍 动动动动吗 同样是四拍低谷 这是没有律动的图嗨 这是有律动的图嗨 再给它加入高科技的音色 一首具备基础审美的Techno音乐 就成型了 如果我是DTL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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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轻Techno 争取的装笔姿势 就是听音色 听律动 无论是嗨还是骂 我们的方向必须得是音色和律动 比如这个低谷的音色相当有想法 这个贝斯的律动差点意思 就会显得很动行 而如果夸 这段旋律非常好听 或者骂这编曲编的什么结构 怎么这么长 就显得相当外行了 Techno音乐 由于强大的包容度和试卫性 后续演出了无数的子曲风 关于Techno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它的子曲风我们以后再讲 不要忘记核心宗旨 享受音乐适度装逼 不要有音乐感 多给音乐人打钱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音乐的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请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